邱泽和徐伟宁官宣结婚的消息 犹如平地一声雷 瞬间引爆全网 看着前任和绯闻对象 纷纷送上祝福 不少网友都为这对新人感到幸福极了 邱泽和徐伟宁因合作电影 当男人恋爱时结缘 随着影片收获不错的票房成绩 两人的关系也从对手演员 变成了一对家人 像邱泽和徐伟宁这样 因为一部作品产生感情的明星 在娱乐圈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可不是每一对都能迎来长久的婚姻 只是回顾今年 都能有不少遗憾 今年4月 赵丽颖工作室发布声明 公开了他与冯绍峰结束婚姻关系的消息 而这剧里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还不到三年时间 冯绍峰和赵丽颖因拍摄电视剧 知否知否因是绿肥红兽生情 两人在剧中塑造的夫妻形象 十分受观众喜爱 知否无论是热度还是口碑 都在当时的银评中占据相当大的优势 更是让赵丽颖的事业在上一个台阶 只是没想到这段婚姻维持没多久 就结束了 如今的两人 在圈内可以说是形同陌路了 各自发展着事业 鲜少有交集 比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婚姻 更令人感到伤痛的 是佟丽亚和陈思成 今年的5月20日 佟丽亚和陈思成宣布离婚 两人的结缘作品 是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 2014年两人完婚 2016年迎来爱情的结晶 在外界看来 两人是才华和颜值的搭配 一个会拍一个会演 然而陈思成在婚内多次被拍到 和女子同回酒店 这一行为引发网友们的强烈不满 也让佟丽亚承受了不少伤痛 这样的一段婚姻 哪怕走到尽头 中间的苦楚 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佟丽亚现在专注事业 也是很不容易了 对于真情实意追剧的观众来说 能看到剧众的CP终成眷属 的确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但不是每一队都有好的结局 虽然不可否认 娱乐圈有孙丽和邓超 刘诗诗和吴奇隆 袁红和张欣逸等等 恩爱如常的夫妻 但也有一些闹得不可开交的夫妻 只能说明星也是普通人 英系生情的初期固然美好 但是坚持下去不简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